那么其实呢 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最有态度的 最能够体现自己男人魅力的 最简单粗暴的认识女人方法呢 就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大街上搭讪 对 对 我们要在这个街上呢 去找到一个这个陌生女生 然后一掌给她拍下来 然后说我要认识她 然后加了微信 然后把她约出来 最后呢 搞定她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 实战 街搭在街头认识这女生 玩大了哟 玩大了哟 你觉得这个街搭成功率高不高 我觉得分人的 分人的 你能接受这个男生在这个街上 去认识搭讪你吗 我经常有遇到 有遇到 那你会给她号码吗 我会给别人的号码 你会给别人的号码是吧 就这样恶真局面 就是说所有的女生呢 都会认为 男生在路上搭讪可能是恶作剧 有很多屏幕面前的观众 就是男生观众 可能不认为我们不可能 在街上认识女生 那么没关系 浪哥今天呢 就做给你们看 你之前在街上真的没有遇到 真的很多啊 很多啊 就是一般吃 我很少吃毛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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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遇到 他们怎么说的 太鼓励了 然后我化妆 画得有点聋 他以为我不是成功的人 哦 你跟我说话的瞬间我就一直 我都逼了一遍 哦 你眼睛确实有点 有点深邃啊 对一遍啊 因为那个人长得很 他是上海的到成功旅游 然后都不习惯 男脸的逗逗 我一抬头 我那时候手心了 他就会给他 哇 吓死了 他就说了很多话 然后我一说话 他就说 嘿 你听得懂吗 我说 嗯 然后他说 我从这荆座 看到你在那上 一只雕像一样 他说 画面太美了 可以多问你微信吗 画面太美了 你把你前任的电话 给他了 哇 你太坏了 哎 你有黄头发怎么样 可以啊 你看 像这样子的 来 小子哥 赶紧的把摄像机架好 去那边架 像这种 你去搭设的话 最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个实际的掌握 比如说 像这个 像这个 在这种 这种过马路的时候 你千万般搭讪 而且呢 是这样子 你今天跟着我 是有很好的 一个 帮我的一个聊机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样的话 就显得我并不是 这个 出来在这里搭讪 你知道吗 好 假如你拍好 你绕这边来 对 那么 然后我走上去拍 你看 你可以看 当时我走上去过后呢 你可以 我先跑上去过后 我拍下他 然后呢 你可以慢慢地走过来 对啊 我说我妹妹在逛街 对啊 他为什么 带一个女生搭讪 比自己单独去搭讪 比较容易的原因呢 就在于什么呢 在于她 她的防备心 没这么足 看到 嘿 嘿 你好 是这样的 我刚刚和我妹妹 在逛街的时候 然后正好就看到你 然后呢 想认识你一下 对 这是我妹妹 对 然后我加你一个微信 好 因为我 她说你头发炎得很好看 我说你长得很好看 我说那 她说那你去认识一下别人呢 对 我就说 你是成都人吗 听你口音听出来 我也是 我扫尼 招了 OK 对 你怎么称呼 我叫王怀宇 这是我的名字 行 那么我们微信联系吧 好 好 拜拜 拜拜 嗯 好 待待待待 等我们走过来 我们走过来 妹子还没有 妹子还没有走远 你知道吧 妹子走远 后面就看到 有一个摄影机在拍的话 就不好 这样的话 别人会觉得 你们在做节目 就是浪费别人表情 对不对 好 可以看到呢 我们刚刚呢 也是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呢 就这个要到了这个号码 成功了 是不是 就像我说的一样 很轻松 轻松加有趣 加好 所以大家不要惧怕呢 在街上呢 认识这样的女生 如果有我们的 这种正确的方法呢 你也可以像浪哥一样的 在 对 在街上呢 可以认识这种漂亮的女生 如果兄弟 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 答疑解决 感谢观看